维基解密 它当中有关了台湾政治人物的说法 而不是维基解密对他们的说法 而是在台湾政治人物他们的讲话 记录下来 那维基解密跟维基百科是完全一毛钱 半毛钱都没有关系 当然先有维基百科 维基解密它只是有维基两个字 可是完全没关系 它是一些秘密 它也就在2010 2011年这两年 那为什么后面没有前面没有 因为它的亚商杰 它创立的亚商杰 本来是一个澳洲记者 它本身手上没有什么密件 密件是美国一个军人 曼宁他提供的 因为曼宁他才接触得到机密 那曼宁他没有平台 交给亚商杰 那亚商杰有胆子 所以在设立着维基解密平台 就是那些电文很多 都是秘密 但是绝密文件没有 就是一般机密 普通机密或者机密 就是极机密是没有 极机密可能那个曼宁 那个军人他接触不到 但是尽管如此 他接触资料也不少了 因为这个都是 有些东西是 美国也不希望 社会大众知道 那当事国也不知道 也不希望 所以他这个危机解密里面 很多东西 美国外交单位 他们的记录 那有些军方 就是外交军方 这些系统 那这边说台湾这个人物 跟军方比较没有关系 就是美国国务院 因为为什么呢 在台湾最大的 因为中美没有邦交 所以以前 中美断交以后 就没有大使 所以没有大使馆 就设立这台协会 就地下大使馆 是AIT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也没有大使 就代表美国 所以这个 这台协会 当然美国外交部 包括这个地下大使馆 这台协会 没有邦交 就是类似这种协会 但是美国大部分都有邦交 那台湾是因为大陆的关系 中国关系 所以没办法建交 那一般而言 不管是正式的大使馆 或者像这种 非邦交的 在台协会 里面龙舌杂处 不是只有国务院 因为国务院 就等于美国的外交部 不是只有国务院 他们三三五月 人很多 除了外交系统 然后军方的也有 军方的也有 然后情之系统 中情局 这双情报局 因为中情局是对外 对内是FBI 跨州的 所以这些AIT协会 都是外交人员 当然其中里面 有一些是情之人员等等 但是情之人员通常 那些情报员 那些比较 就是 比较不抛头露面 因为他做秘密的 所以这个抛头露面的 像理事主席 会长 这些还是外交系统 那这些外交系统 在台湾 因为在台协会 在美国也有 美国比较大 驻台湾的在台协会 不管是他会长 或者副会长 或者一些主管 他的工作 就收集情报 当平常就促进 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他基本上就是 美国国务院 也就是美国政府 跟台湾 不管是中华民国政府 或台湾政府 或者现在是民进党政府 以前是国民党政府 就是对话窗口 假使讲对话窗口 其实也不是对话窗口 讲难听 就是 最难听 就是下达美方的指令 因为美国大 这些很复杂 不多讲 所以这些都是 美国在外协会的官员 从处长 副处长 一些高级官员 跟台湾政材人物 谈 他是2010 2011年 都蛮久了 所以这些资料 这些以下 讲的 知道的都知道 不知道的也不知道 不是说 这些都是公开的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 维基百科上面都有 这没有一个 知识我写的 但是有些人 就对这个 对这个 一般的讯息 有些很多人 不看报 这个 什么都不关心 很多人也不知道 所以 很多尝试 知道了 你就知道 不知道 他永远不知道 他没兴趣 这边就是 AIT协会 他们访谈 访问了台湾 很多 台面上的 两党都有 所有两党的 国民党 跟民进党 的访谈记录 当然了 这是行之有年 外界不知道 就不知道 只有当事人 谈话 当事人知道 美国政府知道 尤其国务院 执政党那边 他可能 这个访谈的人 他可能回去 要跟这个 党主席 跟他上头 可能报告 有的可能也没报告 就一公开 就不行 很多事情 就像夫妻 你在床上讲的话 这没关系 他不知道 你一公开 不妥了 所以一公开 现在大破 当然这个已经 超过十年了 所以这也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看 有些东西 所以当时引起 台湾渲染大波 当然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 台湾人 很多人不看报纸 不吸收知识 很多人还不知道 但是可能都听说 有些人就细节 知道比较多 这边没一个字 没有一个字 是我写的 听起来 当然有些刺激了 维基解密 释出了AIT机密电文 AIT他访谈之后 都要有手写 可能是大官 自己写的 或者口述 有秘书打字 他要回报 美国国务院 表示我这里没有措施 我今天见到了 总统 副总统 行政院长 两党的大人物 他们讲了什么 表示 我有在做事 显示 朱立伦 朱立伦 谁都知道 如果在台湾 不知道朱立伦的话 这也没办法 就无知到极点 朱立伦 头衔很多 现在是国民党主席 当时当然不是 朱立伦 当时 我们就是 因为他的时空背景 是2010 2011 当然访谈 又在这个之前 但之前 多久 这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去 喜旧 反正待也不久了 朱立伦 曾经告诉 IT 许多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讯息 当然 有人就认为 你讲那么多干嘛 他找你去 美国找你去 你象征性的 礼貌性去 可以啊 识问虚答 他问什么 问题 他的权利 那你要怎么回答 你的事情 但你不要讲太多 你就讲 礼貌性 讲一讲 他也不过 交差负密 你不用推心致富 美国也不是你老板 所以有些 就是很糗 为什么糗 你讲那么多干嘛 而且有些东西 也不需要老外知道 他如果自己知道 他的事情 朱立伦 曾经告知 AIT 因为这个美国 也不可能说 真的有歧视 当然很多当事人 也不可能 印证 反正大家就是 打马虎掩 你说你否认 那人家就是 人家是 真的是 危机解密 真的是人家有这个 有这个讯息 你否认也不对 你承认 当然更不行 大马虎掩 我没意见 我不知道 不清楚 No comment 根据的机密电文显示 朱立伦曾经告诉AIT 许多中国国民党内部讯息 朱立伦一直强调 自己的很重要 明日之星 果然是明日之星 但是后来 当然 有些所作所为 换足世界 等等 这其他不需细讲 正义性太大 现在当国民党主席 也是 讲天路人愿 也不为过 真的天路人愿 在2008年后 立委选举 对美方说 桃源县 国民党立委 胜选都是由他 组织运作功劳 自我要功 表示问中央 我是明日之星 这也不为过 人之常情 希望美国人看得起你 希望我将来 跟上一场都说 美国人可以听你一下 也无可厚非 但是后面有些东西 可能争议就大了 朱立伦认为 他认为 就是讲话的时候 对美国 美IT的官员讲话 就是他的看法 他说 马英九希望连战 王金平 这马英九 倒是总统 马英九希望连战 老一辈的 王金平 宋楚瑜 吴伯雄 这些国民党大佬 能够退场 虽然大佬我们 步步进逼 就这些 连王 宋 但马英九 有心认为 自己会成功 像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认为 你不需要讲 美国如果自己知道 或者问别人 那是他的事情 你不需要讲 你就讲一般的 识问虚答就可以 讲一点点就可以 讲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讲太多 就被人家说 撩北 就是你 是不是美国的县民 等等 就县民 跟一般的聊天 就是你讲的 大家觉得还好 就是一般聊天 你讲太多 讲内幕 就是撩北 就是那个县民 然后呢 马英九 任务之一位成功 而且连战已经失去 台北当局 跟北京当局 之间 创造的角色 因为当初 连战去中国大陆 连爷爷 连爷 连爷来了 中国领导 见面 握手 请吃饭 什么东西 觉得关系很好 但是 这边是讲说 已经失去 创造的角色 可能中国大陆 当局觉得 连战已经 政治性 上面的地位 已经大不如前 国民党内 马英九决定 在吴雄 当时任当主席之后 取而代之 这样马英九 看了就不高兴了 你跟美国人 讲这干嘛 我要取而代之 我是跟你 这个小猪 我们各级人 自己讲 那你为什么 跟美国人讲 你要讲 你要经过同意 你没经过同意 讲 所以电文一出来 就求 朱立伦就求 承认也不是 否认也不是 马英九不是连战 对于中国大陆 并不天真 就有点反风 就连战老天真 对中国大陆 太靠近了 所以后来很多 民营党说 国民党卖台 也是跟着有点关系 说马英九 就并不天真 因为连战 他是台湾人 可是他是大陆出身 而且他在大陆 发展 为什么 他爸爸是连正东 祖父是连恒 台湾同时 弱者 所以连战 把他托付 托付到中国 在中国大陆 托付给 党国大佬 栽培 所以他讲好听 是半个阿山人 就是半个大陆人 其实基本上 就是大陆人 当亲民党 不再是有实力 亲民党 宋主义的政党 宋主义当然会寻求 影响 国民党两岸 及其他政策机会 但是马英九 非常不喜欢宋主义 当然不喜欢 而且也不会听年载话 马英九又不高兴了 你敢讲这干嘛 小赌 你讲这干嘛 你是我 你能代表我 因为马英九不喜欢宋主义 宋主义这个人个性 也是很难搞 宋主义 年轻人 年轻的时候能力非常强 将军国喜欢他 可这个人很自大 非常会算计 所以树敌很多 马英九不喜欢他 当然 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也不喜欢马英九 都不喜欢 也不喜欢宋主义 也不喜欢马英九 马英九非常不喜欢宋主义 而且当然 不喜欢宋主义 多了去了 不喜欢马英九 多了去了 不喜欢年载的人 多了去了 而且不会听年载的话 所以马英九也看到这段电文 当然不高兴 所以你看这个 树敌人很多 我们分上下两集吧 里面讲树敌人最多 所以很多国民党说 你怎么打嘴巴 你讲那么多干嘛 树敌人像美方表示 AIT表示 两党政治未来驱使 这个是没有错的 与亲民党联盟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亲民党 这是没有什么 没什么影响力 朱胜 甚至说 宋主义政治生命已尽 这个也没错 国民党高层运作手段 就是政治交易里面 拿于给 give and take 就是妥协 互相妥协 也没错 也可以看成 马英九在玩弄军事游戏 这又不好听了 这个马英九玩弄军事 也不好听了 那王金平跟连战不满意 马英九为人民 更多属于他们的人马 这个东西当然不好听了 这王金平跟连战说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知识啊 我没认命啊 但是里面这样讲了嘛 但是这个也是正常嘛 这人物不可能永远在台上嘛 但是有时候说 我找子弟兵啊 我的儿子啊 我的亲戚啊 我的干部啊 我下面的立委啊 我想多安排 就是王熙人嘛 连战人嘛 这也是正常 但是就说 可以做 不能说 这政治上很多事情啊 做了啊 这个都正常 但是一讲难听嘛 又难听啊 那事实上 马英九已经接受 两位王金平推荐人 也安置了 17位 哇 你看这讲得很详细啊 17位联系的人嘛 你看这个连战又不高兴了 你说我在推荐人 真的不好听啊 还讲17个 还把你知道怎么那么仔细啊 17个 包括台湾英九公司董事长啊 所以当总统的人啊 除了像台湾啊 当总统啊 除了总统嘛 这个 管理国家以外 另外工作啊 就是乔人士啊 所以有人统计出来 台湾的总统啊 大概乔啊 比较重要的啊 太小了 他也不需要乔嘛 就是台面上啊 算是有点重要 他3000个位置 3000个位置 有那么多人吗 3000个 你说一个人 推荐这个桥啊 安排3000个人士 哇 这个一个人 怎么那么多啊 很重要 军方降临啊 降临以上嘛 你说什么上校中校 太小了嘛 就少将以上 就不少人啊 国一失业很大 台湾是国一失业啊 很大 政府单位啊 八部二会 讲是讲八部二 实际上十几个 二十几个部会 你看军方嘛 情治系统嘛 政府单位嘛 这个 国营事业嘛 杂七杂八的 一堆 还有一大堆的这个 什么什么 这个一大堆 办官方的 多了去了 办官方更多 3000个 朱立伦也向美方 陈述自己的重要性 强调自己跟连战 维持良好的关系 连战也希望朱 可以把想法 传递给马 好像变成是这个 朱立伦是他们之间的 好像是一个 一个 桥梁的感觉 朱立伦也说 王军民总是希望能够当 有一天能成 当总统 也没错 谁不想当总统 我也想当总统 做不到嘛 那王军民总是 机会有一点嘛 但是当然不大 因为他有他的问题 这不去细讲 那这跟争议性 也太大了 一般 一般 国民党就说 蓝皮绿骨 包括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 像你说蓝皮绿骨 表面上蓝的 实际上心里面 是绿的 所以王军民的 争议性太大 大选前半年 还为此 算命 算命时就跟他说 当时国民党中 参选的马英九 会因特别官司案 弃旋 但也没有弃旋 所以你听算命时 就完蛋了 算命时听听就好 你真的如果 做一个统计 有些算命时讲得准 但是人就这样子 还有很多新闻说 哎呀什么印度的神童 那是放屁 你说一百次 总会种个几次吧 你要是把印度神童 全部算出来 从他出生 开始预言到今天为止 比如说讲一百个事情 他种的几率 种的可能十几个而已 所以一般人只是说 他讲刚好 运气要讲中 啊 马上说这个很神啊 那么不中的不讲 所以一般人是无知的 没有算命这回事 就算有真的 真的有预言的功能 就算你只有特别 他也不会 也不会表现出来 不管拿钱的 一定是假的嘛 就算不拿钱 你把他全部讲 你全部讲出来的 全部算 百分之多少对 那就准 所以听算命实的就完蛋了 王金平会因此获党提名 王金平要许问朱啊 是否愿意 担任副总统 行政院长 等于是跟他拉拢关系嘛 朱立伦介义王金平 除非选情真的出现问题 否则应该继续支援马英 也没错啦 马英九的 当时的民调 各方面比较高 好吧 我们就把朱立伦讲完上起 也许上中下也不一定 朱立伦分析 你看大嘴巴 话质真多 胡志强 当时也是明日之星 当时也是明星 后来一个身体观中风 没办法 这政治人物 有几个情况 可能就是不行 一个就是政治斗争 被斗倒了 不行 一个是身体不行了 那也没办法 还有一个发生什么 弊案等等 或者做错什么重大的事情 胡志强 人是蛮 效果常开 有点像弥勒佛 也胖胖爱爱的 效果常开 人缘不错 跟身体不行了 真的很惨 所以他的太太 也是一个车祸 太太也是以前 也常白身上 总是当家花旦 就整个右手 好像见骨 这很可怜 那自己也中风 基于健康 这边就讲 基于健康因素 考量 因为获得副总统 当时副总 小晚上支持 以为自己 稳超胜券 但胡志强 跟前行政院长 刘兆全不合 刘兆全也写过武侠小说 这个 也不太笑 就是蛮正经八百的 也蛮固执的 但是能力是不错 科技方面是不错 不合 因为胡志强是八面玲珑 刘兆全是 谨小慎为 两个个性就差很多 两个不太合 加上这个马英九 也没有表态支援 最后他想当秘书长 没有当 虽然小晚上支持他 可是跟当时刘兆全不合 马英九也没有表态支援 当时健康也差一点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中风 还是中风 搞不清楚 但后来是中风 刘兆全能成为马政府首任内阁 朱利元透露 是因为小晚上支持 好 上集就讲到这里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 这些东西 现在也不是秘密 知道了 谁都看得到 对尝试没兴趣 他永远不会知道 反正这些都是过云烟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刺激 因为政治是连续性的 上集讲到这里